年载还有毛怪就在电影当中 乘着时光机回到了过去 让观众能够看看他们两个的大学生活 2001年年底 由迪士尼皮克斯所制作的动画长片 怪兽电力公司全球大卖 胡等12年后 终于推出系列电影的前传怪兽大学 电影的推出也让得了好久的怪兽迷 期待万分 乘着时光机 电影中的最佳拍档 大岩仔与毛怪将回到他们的学生时代 让隐名一亏他们的年轻岁月 刚走进怪兽大学的大岩仔 是一个带着牙齿矫正气的书呆子 期待着刺激的大学生活 没想到一开门 他的室友竟然是一只粗鲁的大毛怪 别以为他们马上就变成死党 刚开始他们可是互看不顺眼 互相较量比赛处处针锋相对 但经过不断的磨合 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不只一起运动 还一起参加舞会狂欢 成了怪兽大学的最佳搭档 怪兽大学是迪士尼皮克斯 所推出的第14部动画长片 更多千奇百怪的怪兽 会在电影中亮相 死中的怪兽迷们千万不可以错过 记者综合报导 请消息冷静 咱们快温 请消息默 最新消息 请消息独播